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現在是這個禮拜天的凌晨 快3點鐘囉 看一下齁 這個禮拜六禮拜天的這一個動畫齁 那麼多齁 一路從這個超音看看 看到這一個藍色監獄 哇你看日本隊都已經 都已經踢到這個16強囉 好那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齁 就是剛剛在邊看動畫 就邊做一下這個先鋒斧的功課 然後蒼翠之助也打了20成 然後那個這個什麼 亡靈塔也20成了 然後惡魔塔還沒有齁 那不管怎麼樣齁 這些我都是偷懶啦 所以說推的還蠻順的 那我們最主要是要來看一下說 這個 怎麼講 第28期的這個 秘寶俠彎又來了 所以我們來簡單來看一下說 這一期的秘寶俠彎喔 不過看之前呢 我們先來 不對喔 我們先看要哪些角色好了 然後再來抽一下這個 剛剛打完這個塔 然後獲得的這個占星抽喔 好那秘寶俠彎呢 我們照慣例後 我們還是簡單的看一下說 有關於這個相關的資源喔 應該這邊都是沒有什麼變的齁 然後這個是自選的這個獎勵 我就要慢慢滑過去齁 然後29張 然後再來是一路到41張喔 OK好那看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開始冒險吧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齁 這兩周會需要用到什麼樣的這個角色喔 好首先是這個第一周 第一周的話呢 是在第四關齁 這個是亡靈金團 可是呢 你要用這個薩菲亞跟這個薩特納喔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要是打兩場了 好然後呢 再來就是 欸 第八關嗎 好 女僕跟這個洛桑喔 唉唷 那這樣子的話呢 跟綠玉的話呢 應該是可以一回合解決喔 好 然後再來是第二周 第二周的話呢 哇是這個貝琳達跟這個盧修斯喔 那這樣子他們兩個相對於的故事呢 應該是跟這個帕爾末有關係吧 好然後再來是繼續往下看喔 欸 最近的這些角色呢 都非常的簡單喔 然後 第二 欸 第二周會用的角色是這個 巴登跟昌老師喔 那這兩個角色的組合呢 其實就是跟這個 SP的巴登的這個故事是有關係的 那我想這兩隻角色呢 也是大家都會有喔 所以基本上齁 這個 這兩周呢 你都不需要去跟 跟人家借用兵喔 這個是一定都會有的 好 那我們就來這個 簡單來解一下吧 第28章喔 好 四個耀光不用戰士跟遊俠獲得勝利喔 應該不會太困難喔 不用戰士跟遊俠 哎呀 那這樣子我的遊俠就不能 就不能用喔 唉唷 我有這個帕爾末 不用戰士跟遊俠喔 那就法師跟輔助嘛 對不對 然後來個坦克 好 就這個樣子 我有帕爾末喔 現在還在這個試用期間喔 明天是禮拜天喔 所以說我還可以用他 再推一個20層的這個 這個耀光塔喔 然後呢 第二關喔 唉唷 這個跑掉了 第二關 四個滿血 然後20秒內戰鬥勝利 我來看一下我的編隊 是長什麼樣子喔 呃好像有點怪怪的齁 喔 這一關要20秒勝利的話 欸可以喔 還是勝利喔 好 然後再來第三關 呃 四個綠翼 然後啊 四個綠翼 然後要用陣營不同的五個英雄 喔這個有點麻煩耶 好那我們就這樣子吧 我們先解這個 什麼 五個五個不同陣營的 好這樣子喔 有惡魔有虛空有亡靈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個 新角色帕爾末 阿帕爾末掛掉了齁 那但是沒辦法齁 因為他沒有什麼免傷的技能喔 好然後呢再來是四個綠翼喔 四個綠翼的話呢 欸好 這個隊伍都都沒有改喔 那時候連那個獸靈都沒有齁 所以說你看我那個編隊編上去之後呢 這個獸靈是空的 所以這樣可以代表說這個編隊真的是 相當的有歷史喔 好然後我們再繼續往下看喔 欸薩特納跟這個 這個薩菲亞喔 好 薩特納 欸好 然後呢在這個地方 好然後這個薩菲亞 然後再來是四個亡靈齁 四個亡靈 好四個亡靈呢 喔感謝借我巴登的大大齁 這一位是愛裝酷大大齁 真的是很感謝 那怎麼講 現在已經是晚上了齁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 應該這個明天會 爬不起來借傭兵喔 不過呢還是希望說這個可以借到 大家我覺得 呃有在看這個巴哈 最近有一篇文章在講 有關於這個XP英雄喔 雖然說我們覺得 就是說這個什麼齁 就是在 在打這個主動夢見 好像看這些XP的角色 好像是已經是理所當然了 但是對一些這個 借不到XP英雄的這個 這個怎麼講 真正的平民玩家 我覺得還是會 相當的辛苦喔 那如果是這樣的平民玩家呢 我覺得你可能要上網 找一些功課喔 像這個B站齁 或是YT啊 還是會有人分享 比較平民的這個陣容喔 然後尤其是B站齁 B站的影片其實蠻多的 那這個你可以就是 直接輸入就是平民 然後呢其實會有很多的玩家 每一期他都有認真的去做這個 每一期主動夢境 然後用到了這個角色 但是事實上其實 真正齁都 都完全不用XP的角色 還是蠻困難的啦 所以說呢 這個大概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我覺得也不用氣餒 因為像 像我先鋒服啊 先鋒服這隻角色也是無可齁 那玩很久 然後目前我有的這個XP角色 這個色恩當然是沒有啦 然後獅子的話呢 也快白色了 那至於說這個 這個XP的梭莉絲的話呢 他其實金色也可以用 那八燈我們當然是完全不用想囉 然後嘲諷的話也已經有了 那至於說 埃茲的話 沒有其實沒有關係喔 因為埃茲的話 本來就是 作為是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 功能角喔 他他他他開場就給碎人了 那有沒有紅色 有沒有白色 有沒有開刻印其實都沒有差喔 好 那我們再繼續吧 滿血不足英雄 然後要四個 然後大家都要是同一個職業喔 那這樣子的話呢 呃遊俠 遊俠好像比較簡單吧 欸還是戰士啊 欸還是戰士啊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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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哪一個戰士 啊 趴趴雄好像是戰士齁 然後我們再找一個戰士喔 呃 女騎士我記得是戰士喔 好這個樣子 哎呀 難道會輸嗎 呃有點危險齁 但是我們的安丹德拉也是越戰越 啊差一點點齁 好那我們換個位置喔 可能游俠比較簡單一點點 哇糟糕糟糕齁 想要一次解決的 呃那就那就換游俠吧齁 至少我這邊還可以偷偷用一個八燈喔 欸滿血的游俠夠不夠多啊 看一下喔 應該應該有吧 喔耶耶耶有齁 滿血的游俠有這四隻 好就這樣子喔 喔跟人家戒了 欸有啦有啦有啦 我們戒了一隻外掛角色齁 這樣子還是方便喔 好然後我們再繼續喔 呃這個是 好女僕加上洛桑喔 女僕加洛桑 好這樣子 然後呃 女僕齁 女僕上來 然後呃我們加一個洛桑 好這樣就搞定了 嗯可以嗎應該可以吧齁 拉庫跟熊妹還是蠻猛的喔 好剩下倒數兩關喔 呃四個亡靈後排軍衛遊俠 好沒有問題喔齁 我們的八燈 哇這個超級亡靈喔 然後遊俠的話呢 這個骨弓 呃再來一個是乾瑟 然後呢兩個 喔這個 兩個很寸直的坦克 哎呀輕輕鬆鬆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傷害力是如何喔 喔果然是第一名喔 不過戴萌還是很猛啊 好然後呢最後一關齁 然後呃都要活著齁都要活著 好沒問題齁這樣子 齁這樣子 這這這這這三個保護力就非常夠齁 然後我們再來一個安芝齁 好都要存活齁沒有問題齁 好第一個禮拜結束了齁 然後等一下我們來抽個東西齁 好領完了齁然後呃我們來這個異界旅店 嘿簡單來抽一下齁 好抽個一下齁還真的是只有一下而已 好然後來看一下這個剛剛齁打這個爬塔齁 有30個三星抽喔 好看看齁有沒有莫塔斯咧 我還在抽莫塔斯喔 好沒有齁然後時光殿堂 咻 哇都沒有 好吧那影片就先到這個地方了 那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現在見掰掰 唉唷有昌老師喔